我自己去啊 他说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去 他说可以就是 不危险 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你去啊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你这样讲吗 可以啊 对 就这样 我说好 那我自己去啊 我那天晚上吵到天亮 哇塞 少侠呢 少侠 对 像我每次跟女友去旅行 我都会觉得 这个是让我们的恋情变得更好 更可以啊 建立一些一些回忆 是 一些美好的事情 但是 每次去旅行都会发现 这个对我们的恋情 会有 会带着一些 一些困扰 然后造成 最后 又分手 发生了什么事吗 发生了 其实我 我跟他去德国 然后发现他完全不喜欢德国的生活方式 然后 我们两个想要做的事情完全不同 哦 就觉得这个未来 也会造成 可能 如果要到德国去居住的话 也不行 所以就算了 你带他做了什么他不喜欢吗 吃德国猪脚 他不喜欢喝德国啤酒 他去旅行 他都想吃餐厅 是 那我觉得 如果你一天吃一家 还OK 虽然比较贵 因为德国的餐厅比台湾的贵啦 但是我觉得一天一个也可以 但是他想每一餐都在餐厅 诶 那如果不去餐厅吃 要去哪里吃啊 在家里吃啊 哦 家里吃 德国人的习惯 德国家里 德国没有夜市 但是在我们就是就是习惯去超市 然后回家 在这里面自己煮饭 那我有跟他说 我可以煮饭给你吃啊 很好啊 对啊 你看女生 他说 很贴心啊 这种特别新男帅哥主厨到你家的感觉 有没有 陪你去超市买一买东西 然后回家就跟你说 你就坐在那边当公主 对啊 很好啊 我以为他会真的这样很贴心 但是他说 我不想吃你煮的 我想吃外面吃的 就旅行的问题很多啦 就是说你会想说 像刚刚他讲的嘛 就是说他想要吃餐厅 他不想要 或者说他已经 比如说去三天 他已经两天半都逛他的 他没有想到说 是不是有一天可以让我们去 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我觉得那是 可能沟通上的问题 就是 就是你们可能行前的沟通 没有讲好 就是我们到底吃餐厅 还是我们可以一天有什么 我觉得那个是行前沟通 我觉得那倒还好 大家有商有量 我们女生也是可以商量的人 但我遇到的是男生 基本上的那种个性 你就会让你很抓狂 因为男生很不知道为什么 常常会有那种 花钱是老大的个性 我遇到一个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去 怎么了 要顾客自己知道不是吗 花钱当然是老大 不是 不不不 可是我觉得 你要带来做吗 不不不不不不 你讲你讲 你忙你忙 他这样移动的话 如果很麻烦的话 我们这边侧边其实有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我觉得这样喷就不错 对 男生呢 我觉得就会有 花钱是老大的那种个性 我们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那一趟去夏威夷 那夏威夷对抽烟 就管制其实很严格 比如说我们是 我们那时候是在坐 国内的飞机 国内机场 可是一般很多地方是 出了机场 能看到天空 就可以抽烟 可是夏威夷不行 那当地的导游接到我们就说 这个夏威夷的机场呢 附近都不能抽烟 包含了你过了马路 到了停车场 也还是不能抽烟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夏威夷管得很严格 他不希望 有随便丢烟地的状况 所以一下飞机 他就已经讲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那个朋友呢 他一出了机场 看到了天空 习惯性 烟就拿出来 就打出来了 然后开始呢 就放在嘴巴上了 然后这时候那个领队看到 就很紧张 就看这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边还不能抽烟 然后我朋友就这样回他 我知道啊 我只是放在这里 我没有点啊 当下我就已经觉得 Oh my god 就好丢脸 然后呢 他就说 我只是放在嘴巴上 我没有用点烟啊 他说 好 然后大家继续往前走 要准备要去停车场 上我们的巴士 然后只是走过那个斑马线哦 我朋友开始 打火机就拿出来了 开始点了 然后那个领队又跟他讲说 这边也还不能抽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哇 他接下来这番话又经典了 他就这样跟他讲 我花钱出来玩 为什么我一直要听你的教训 他好无赖哦 是不是无赖 我还以为他说 我只是点啊 我又没有抽 这样子很幽默啊 我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幽默 就要这样好吗 对 这样 我就觉得当下 我真的觉得 哇丢脸到了一个地步耶 然后怎么会这样 你就觉得你花钱是老大 是 回来也分手了吧 没有 其实那一趟我们还是普通朋友 就是我们三四个朋友一起出去玩 还是他 他就相信任何办法可以激怒你 让这一段感情不要成功这样 这也真的很用心 这一段孽缘就会啊 出心积虑的想说要激怒你 让你讨厌他 他也愿在机场抽烟被抓去关 也不要再继续了 也不想要再继续成功 就把我在夏威夷关到老为止 对 我觉得女孩子 为什么人家说 其实你在结婚之前 你真的要先跟男朋友多出去玩 因为我跟我老公交往时间太短暂了 有时候他就会说 老婆我们 譬如说这个礼拜烈 我们去墾丁玩好不好 我就说OK啊 那我们就四个人 然后就开始 殊不知呢 他开到台中的时候 我就说到台中要吃什么 他说台中啊 有家餐厅很好哦 带你跟小孩去 然后一去到那边的时候 一下车 已经有他的朋友在那间餐厅的门口了 这起来很开心啊 很好 安排很好耶 对 这不错啊 这是帮你安排是什么 有朋友交代啊 不是 一家四口的旅行道 一到那边有五六个人站在那边 然后他就啊 贵宾耶 贵宾 我就跟老公说 因为那些都是受过中平哥恩惠的人 对 都是中平哥帮他们保出来的 要以冰嘛 以动画来讲是叫猫的报恩嘛 对 我跟你们讲 如果只有一次 OK 如果说我们整趟旅程只有一次 所以是台 台中提一次 台南嘉义 台中吃完我就跟我老公说 你下次这种情况你要先跟我讲 对 因为你本来以为是一家四口 有些女生是不喜欢突然的安排 然后开到台南 然后到饭店了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们晚餐要吃 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去吃牛排 他说好啊好啊好啊 然后休息一下要出饭店的时候 诶 门口又看到朋友了 嗓子 又开始挥手 诶 大嫂 我说诶 你 她说没有 因为我跟你讲 专民哥上礼拜 跟我说你们要来 我就已经订了附近的土基层了 然后我们一家四口 又被带到土基层 而且永远你的行程四个人 桌子永远坐满十个人 很好 你能接受你一路的旅游 都不断的每一个行程 都有老公的朋友来 而且老公朋友来 是不是老公要陪他聊天 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 就是我跟儿子女儿 就坐在那边 是 你能接受你的旅程是这样吗 浩然姐 你还不懂意思吗 嗯 就是说 她宁愿把家人 相复的时间拿来应酬朋友 也不要说跟朋友 再失去联络 然后 这个有中 这一家有中哦 好大哦 不是 换的不一样的图片 谁拉的 我再带你 才能录我二十分钟而已好吗 非常感谢你 打得很好 刚刚那个 超像 还蛮像的 因为这边都有收音到 我知道 这一段的 钟平哥的缺失就是 他没有视线跟她讲 你们台湾女生 比较介意这个啦 就不知道外国的女生 会不会比较介意说 在旅行当中 突然之间 会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朋友 一起陪你们旅行 外国女生会这样子吗 会介意吗 偷偷不会 诶 诶 诶 台湾女生不会 这我就配合她们 因为我想 我想当外国帅哥 诶 我举一下 我想说观众友刚刚转过来的时候 哇 都是在外国帅哥 对啊 就要听到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看到 一排看过去比较挺齐嘛 对对对 因为他会先看到几个 然后喵下来想说 哇 这都是演奏的 对啊 我觉得浩然姐心态 应该是想说 这一趟就是一家四口 对 要一起出去旅行 他可能就已经规划好说 说在这一趟旅程 一家四口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对 可是没想到突然杀出 那么多陈咬金 让他错手不及 没错 那我感觉就像我 李懿不好意思 其实他刚刚讲 我们都听懂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理解 我觉得那些男生 你们刚刚没有问清楚 不然不可能不介意 还是有他的好处 有可是不可以没一个 翻译过后 你们还觉得会介意的 先举全哥 有什么好处 像我们小时候 我妈妈的一些朋友 我们会去海边 就一家一起去海边 我妈妈的朋友也会 在我们隔壁定一个房间 然后爸爸很不喜欢啊 因为他们就是一堆女生喝酒 一直聊天很开心啊 然后喜欢去 躺在那个沙滩晒黑什么的 这很无聊 而且我们男人就跟不上他们的话题啊 所以 这个就是男人的机会 可以逃走 所以我 跟我爸 我们去钓鱼啊 去宝贝啊 随便的 可是状况不一样哦 状态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逃走 可是你要带潮 可以啊 可能逃得走 我可以离开是不是 去玩你想玩的啊 去逛百货公司 这样子的意思 玩你想玩的啊 你们下次如果一家四口 想要去旅行的话 我觉得可以选择在国外的国家 就我国外面的照片 他也有人 也有人 他也有朋友 也会从来接鸡到吃饭到宵夜 都有 都有 全球 对 下次安排自南非看看好不好 有 所以有长颈鹿跟大象来接鸡 对 那李懿你的是 我觉得情侣真的要去旅行一次 才会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真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遇过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主题刚开始 不是 我想说 他有怪兴会来一次 我觉得那个三号来宾 有点像那个 冬季跟逗逃 对 就是基隆讲了一段甜语之后 然后那个桌头会再重新再讲一次 这样 其实他直接讲他的故事 而且他会从头开始 因为我觉得男生常常都听不懂女生要表达什么 对 所以他必须要这一次强调 你不要听清楚 对 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从头开始 那我们再从出场结合 再这样 对 而且我跟你讲喔 他脾气不好 你只要叮他一两句 他气 我没有 他上节目我还以为是 他会骂乃哥脏话 没有 快了 快了 那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讲 你看 你看 怎么样 你讲吗 全部都给你讲 你又不讲 我现在不想讲 好就是那一次我们去旅行 那平常呢 他可能就是一个 呃 感觉就是没什么控制 就是有一点大男人的男生 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他要跟他高中同学一起去墾丁玩 然后就说叫我一起跟去 然后我也就说好 然后结果到了那一天呢 因为我们要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 我们要去当巴士还是火车我也忘记了 然后去的时候 他就骑摩托车先来接我 然后我就穿了短裤 然后去跟他见面 和细肩蛋背心 他就说 你为什么要穿那么柔 我想说 你挑了一个墾丁这个地方 难道不是细肩蛋这样 短裤的这个造型吗 他就说你去换牛仔裤 他就叫我穿牛仔长裤 然后外面还要披一个 长的薄衬衫去 去墾丁喔 然后我们就是快到墾丁的时候 要去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 因为我平常就是一个 还蛮活泼的人 他就突然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这一趟旅程 就在旁边 就乖乖跟在我旁边 他就希望他兄弟觉得 他女朋友是一个很乖巧 大家闺秀那种感觉 就整段了 你就突然了解到 他是一个控制欲多么强的人